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 我发现大巴斯基凯湾杜兰特 他的心态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处理舆论问题方面 已经开始有了詹姆斯的风产 无论是追梦格林对他的连番撕咬 还是巴克利对他的扣诸笔伐 兰特老主都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而是泰然处置 我打我的篮球你吹你的牛逼 因为你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 像巴克利这些言论 什么杜兰特是一个追随者 你见过哪个追随者能拿到总决赛MVP 而且是他们两连 自己这个追随者一伤 领导者马上被人拿下 谁是追随者 真要顶这个名头 巴克利才是不折不扣的追随者 论抱团 他是这方面的先驱 比绿军三巨头都更早 他还有什么资格天天说这个骂那个 35岁的杜兰特依然是联盟最顶级的超巨 他巴克利33怎么就是巅峰默契了 要么他带给自己抱团找借口 要么就是他实力差 两样他总得占一样 就看他挑哪个了 无论占哪一样 他都没有资格批评杜兰特 杜兰特好歹加盟的是亚军 巴克利直接加盟两连贯的火箭 可惜这人实力不行 走哪哪大环境不好 多好的球队和领袖 也带不动巴克利这样的追随者 但是凯文杜兰特不同 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是两连FMVP的大巴斯基 所以他能获得成功 巴克利往头贬低他来洗白自己 但是很可惜 无论他编出什么样的借口和谎言 两连FMVP都无法被没收 也许他可以求求兰特老主 给他个机会亲手摸一摸 自己一辈子都没有碰过的奖杯 所以杜兰特还需要证明自己吗 早已不再需要 两座总冠军 两次总决赛MVP 一次MVP 四次得分王 十四次全明星 十次最佳阵容 三十次周最佳 十五次月最佳 从出道的第一年 就是最佳新秀 三十五岁 依然是效率高到爆炸的超级巨星 所以他还需要做什么 有的人三十六岁 依然打不动 黯然退役 他却却对一个各方面 都远送自己的人指指点点 他不应该在TNT当主播 他应该去歌坛的麦当劳 或者歌坛的马戏团 那里才更适合他大展拳脚